こんばんはたまです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文法的部分 那今天这个文法呢 它其实是 ていねi的用法 也是可以说是进语的一个用法 就是我们要说 とき とき我们知道就是时候 时间 当我做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这个ときに 这样子一个用法 那我们要更加的ていねi的话呢 要怎么用呢 我们就要用今天的文法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视频解说吧 好的 那还没有开始今天的解说之前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特派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请在旁边那个小小铃铛呢 按下去选择全部的通知 这样子呢 每个星期有更新新的视频内容的时候呢 你将会是第一个 乒乓收到通知的啦 好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文法呢 是这个 おりに おり おりに 它是那个て 是折的汉字 所以你可以用 おりに 或者是 おりに 就是更加尊敬的用法 那其实这个呢 在我们口语上来说 是比较少会看到的 因为我刚刚说的嘛 它就是とき的 更加ていねi的用法 也可以算是敬语的用法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解续词 它解续词动词部分 你可以用 じしゅき 它可以就是进行 我们讲肯定式 或者是过去式 因为我们表达是 是时候嘛 那名词的话 就是加一个 のとき 什么什么のとき こどものとき こどものおり 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大家明白吗 所以这个用法呢 它有一个 我们比较会说的 就是呢 它不常会用在负面的 不会说不好的事情 这要特别注意一下 好的 那在开始 我们来看例子之前呢 有几个这个跟おり 有常见的一些组合用法 第一个呢 就是おりがあれば おりがあれば おりがあれば 是什么呢 ときがあれば 就是我们讲的 きかいがあれば 有机会的话 有时间的话 我会做什么事情 另外一个呢 就是おりもおり おりもおり 它就比较有特别的用法 就是ちょうどそのとき 这么刚好 就在那个时候 おりもおり 大家记得了吗 那第三个呢 就是おりを見て おりを見て 比较好去联想的呢 就是我们讲的 看时候 就是自合がいい 如果方便的话 我就OK おりを見て 那第三个呢 第四个呢 就是おりに触れて おりに触れて 什么意思呢 おりに触れて 就是我们讲的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呢 いつも きかいがあれば いつも それをしてください 这样子 就是 有机会的话 我常常 或者是经常 一直会怎么样 有时间的话 我会常常怎么样 这个呢 就是我们用的 这个 おりに触れて 大家只要记得 这四组 比较常会听到的用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今天的例子部分 那 接下来的例子呢 因为都是 敬语的关系 所以一样的呢 会加了一些 我们看到的 前让语跟近语的说法 次に お会いするおりに また 詳しく 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次に お会いに するおりに また 詳しく 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所以这边呢 什么意思 次に お会いに するおりに 就是 到下一次 见面的时候 这样子 じしおけ 再加おりに また 詳しく 让我更加 详细的 或者是 和你说更多的 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这样子 这是 千让的用法 让我来 告诉你 更加详细的用法 比如说 我今天想要 告诉你一些 可能这个计划 这个项目 但是因为 时间来不及的 所以直到 下一次 见面的时候 然后呢 让我更加 详细的 为你讲解 詳しく 就是详细的意思 然后呢 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让我跟你 讲解更多 我们就用这个 おりに 次に お会いする おりに また 詳しく お話しいたします 接下来 我们来看 第二个例子 室長で 東京に行った おりに お世話になった 先生に 会いに行った 室長で 東京に行った おりに 当我去 当我去 東京的时候 以这个 出公差 的名义下 お世話になった 先生 之前呢 一直受照顾的 受这个 老师的照顾 所以呢 我们要修饰 那个老师 是经常帮助 我们的老师 所以呢 我去探望他 去拜访他 求和他 见面 这样子 出公差的名义 去到 这个 东京的时候 顺便去看看 他和他 见面 这样子 室長で 東京に行った おりに 或者是 おりに は お世話になった 先生に 会いに行った 好的 接下来 我们来看 这个 看时候 看时候 我们要怎么说 就是 見る 折りを見て 折りを見て 我们来看一下 今は 通常が悪そうだから 折りを見て またお話しします 今は通常が悪そうだから 折りを見て またお話しします 所以就很简单 今日は 或者是今 现在呢 我的时间呢 不太方便 通常が悪そう 或者是你要说 他 看起来很忙 悪そう 因为そう 我们讲 是看起来嘛 好像 他在打电话 他在和顾客 说话 所以不太有时间 去和他聊天 这样子 所以 他看起来 好像 不太方便 然后呢 我们讲 折りを見て 我们在 看时间 方便的时候 折りを見て また お話しします 等他 OK 方便 我们在 说话 我们在 聊天 这样子 明白吗 所以呢 这个呢 他就直接包括 通常がいい 的一个说法 折りを見て また 話しします 这样子 所以 今は通常が悪そうだから 折りを見て また お話しします 他明白了吗 这个 折りを見て 的用法 是不是比较简单呢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 今天的最后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機会があれば いつも 希望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 经常会怎么样 这是比较 谦让的用法了 因为什么时候 我们会用到 经常会做的事情呢 我们来看一下 例子部分 本日から新しい部署に配属されましたので 折りに触れて ご指導いただけましたら 幸好です 所以 这是工作上 工作上是因为 我们会说什么呢 就是呢 希望大家可以 给我指导 或者是 照顾我 这样子 所以呢 本日から 从今年开始呢 新しい部署に 配属されましたので 我就会被派到 新的这个 地方 新的这个 部门去 这样子 所以呢 折りに触れて 就是呢 机会があれば 全新的环境 全新的这个 同事 前辈的关系 所以呢 いつも ご指導いただけましたら 如果可以呢 这个いただけます 就是 我是接受那方 如果可以 帮我 指导我 给予我 更多的指导 这样子 ご指導いただけましたら 幸好です 幸好就是我们讲的 我是 荣幸的 幸运的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如果可以得到 大家的 这个指导的话 我是荣幸的 所以这个呢 就是 いつも 機会があれば それを ぜひ 幸好です 这样子一个说法 所以这个就是 折りに触れて 有机会的话 我希望大家 可以怎么样 希望 一直 可以得到 大家的知道 这样子 本日から 新しい部署に 配属されましたので 折りに触れて ご指導 いただけましたら 幸好です 好的 以上呢 就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文法 那其实它不简单 它其实就是 跟 toki 是一样的 一个意思 然后呢 它接续词 也是一样的 只是呢 我们会在 敬语的方面 会做了一些 句子的调整 以及 刚刚所分享的 那四句呢 比较常见 会用到的 就是组合式的 这样大家呢 就会比较容易 使用在句子上 以不同的这个状况 那希望刚才所给予的 例子呢 可以给予大家 这个 关于造句子的时候 表达的时候 有所帮助 好的 那我们今天教学视频呢 也到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影片内容的话呢 不要忘记 给大家分享 去给你什么朋友 那如果你还没订阅 他们频道的话 一定要订阅哦 这样子你就可以 第一个时间 所调整新动态了 那么下个影片再见吧 大塚様でした またね 拜拜 努力の 所以这是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讲的 白费了努力这样子 努力の 没有起到作用 没有效果 努力的等于白费 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然后呢 是因为什么事情呢 N1の試験に 这个考最高的等级的 这个日语能力考试 N1の 試験に 合格できない